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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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這邊 大陸的8 大陸的8 應該是台灣的7 然後台灣的8 是第2 9 這小子怎麼那麼高 哎唷 哎唷 接下來就想問 比方說是你已經是回去了 這次是在台灣 嗯 妮妮呢有可能接下來也要回台灣 這樣的話幫助助大家想不繼續留在日本啊 想回去的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就是我日本的相處好累哦 心累 為什麼就是 就剛才說的 對然後還有就是前也時期慢 然後就覺得就可能我今天就是不想笑 但是這樣他們都笑你也要假笑啊 哈哈哈哈 然後可能我今天就是不想不想社交 我就想安安就真的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別人都是就很那個樣子的 你也要表現的那個樣子 嗯 我就覺得好累哦 還有就是就覺得吃的東西我都吃膩了 哈哈哈哈 OK 因為蓋有不想吃的都是一個味道 不管吃什麼都是那個 釣餅或者被弄的味道 哈哈 那你呢 我因為我當時來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人啊 然後我就是王虹女 然後我就一個人來到東京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在東京 跟大阪的時候我有一種 就是 朋友都說你去大阪的話 會跟台灣的氛圍會比較強 大阪的時候比較熱情 然後你比較就是 住人和開的一種 就是這裡可能跟台灣會比較像一面 但是因為當時 朋友就說去日本了 不如就去東京之類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就最後去選個東京 也多虧選了東京 也多虧選了東京 所以到了我現在的客 他就找我進了現在的工作 就是非常感謝 然後我在這邊公寫工作了 兩年多 然後為什麼要回去 是因為 在這兩年多裡面 我覺得本身你出社會之後 要交到你真的好朋友 就很難 你又是一個外觀 雖然的確我還是有交到好朋友 但是沒有帶 好朋友是覺得 小朋友 有有 有 我就是 如果要以日本人來說 我來說也是有 但是 因為畢竟大家都還是 有自己的生活在等 然後 年齡才也都不一樣 你也不能常常說 你剛好交到你 那樣的問題 因為對方有可能 有辦法有家庭或是什麼 可能他也出去玩 當然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 把自己的情緒都 做得很難 所以其實那大部分 其實都還是在台灣朋友 也很喜歡 加上家人 也都在台灣 我覺得 那你真的蠻想家 家人也是說 那你就回來吧 就 去台灣 所以說 巫十二位 回去 最大的原因 在日本 因為文化的差異 可能會難交到比較 交心的朋友 應該說有 還是有理解 你可以願意理解 人在 但是我覺得 樂樂樂秋生會有關係 因為你在學校會比較好 對 對 像你好不是說 學生時代的課 對 但也不是啊 我是覺得 就比如說我和我國內的好朋友 網友什麼 我可以每天不停地跟他說 不停地跟他說 但是日本的好朋友 我可能也可以跟他說 但是可能是只能 特定的時間段發生很新 或者見了面在 比較不可能每天不停地跟他說 嗯 比方說在日本 感覺最快樂 和最不快樂的事情 像我的話我就覺得 在日本和在國內最大不同是 日本雖然交通很便利 但大部分時間大家主要說去哪 就是靠電車 但電車它會是有一個學生 如果你去過你的中電的話 如果你住的比較遠 你想回去就很困難 那麼就是流速在你 可以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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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不就不回家 如果你要打車的話 就會很貴很貴 這一點 比方說像在大陸的話 就可以有像滴滴啊一些東西 就不用去考慮時間那種什麼 比方是大家下班了 小隻也可能就出來去吃飯啊 看麻 像公交的話也會很晚 然後叫車也很方便 上班的時間就上班了 然後下班的時間就是浪費的 在日本下班的時間的話 大部分人可能也是會喊 就著急的喊 尤其是到六點過後的話 很多人還是在騎電車 這一點跟台灣比 我覺得對我來說 如果說要這樣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日本的店都關得很緊 有一點事 對對對 我覺得很不喜歡 就是晚餐肚子 想要找個吃的人 就剩下Covid 不然就滿空的 那麥當勞 在台灣的話 你就是什麼店都開啊 然後路邊攤啊 夜市 夜市都開超晚 雖然會很胖 那是一隻 但是就是很多選擇可以吃這樣 還有百貨公司 我覺得會真的關滿早的 就是想要寫評價 你可以吃完飯 六七點去吃完 他就八點了吧 你要幾點 對然後去八點去逛個健身 這一個小時就是 不然就是不要吃這樣 但大陸海還可以叫外賣 比方說 等你回去之後 你最懷念日本的什麼地方 就是我現在 已經在想過我回台灣的話 我可能會還去日本的哪裡 因為 我已經決定要回台灣了 開始的那一刻 就是我已經在想說 後座後悔就是自己的 但是其實後座後悔就是後悔 但是會懷念日本太多地方可以玩 因為說像花雪 還有一些點心 可能要去櫻花一些台灣 可以看得到 但是不會像日本 就不會畫得很好 然後像聖誕節的話 一些比較漂亮的更新 日本是到處 就東京都會到處都有 我覺得這個部分 日本是會畫得很好 到不同的季節會有不同的地方 對他們就是很注重季節傳 這種東西 春季的話是看櫻花 夏季是看煙火 秋季是看紅葉 還有一星 對 冬季是花雪 然後還有吃南季啊 然後過年啊 他們就是反處都 然後每個節日不知道 應該要吃什麼 比如說馬魚 對 然後或者是說要吃那個 匯芳捲雞 就是那種團統 對 然後還有那個 鴨鴨鴨 那我過年要吃什麼 還有歐洲第一次的 就是他們有規範好 每天吃什麼 就只要做什麼事情 這種就是 我就覺得蠻特別的 海外沒有嗎 就比方說 不是有 但我覺得是這種 那這個是啊 然後他昨天是吃月餅 OK喔 有啦有啦 但是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很難跟 像是昨天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一種文化 啊 你是懷念自己 我也就是你 懷念這種不同的文化 想起來了嗎 就是類似 就比如說你出去吃東西啊 排隊啊 或者怎麼樣 你都會覺得 哎還是日子這樣好 國內會比較亂啊 或者那種比較 沒有素質的人 啊 那個時候就我想 那樣還是很好 還是日本比較遵守 這種公共的事情 然後 哦 我知道了 國內的公共廁所 啊 對 但是日本你們在廁所 完全不會有 沒有衛生紙的狀況 對 而且就是國內的廁所會比較髒 就是我來日本之前的時候 我只要出門一整天 我身上廁所呢 我一定會憋回家上 但是我來日本以後 我就開始憋在放心上 就是我就開始不憋 但是我回國以後 我就還保持著 我在日本的這個狀態 然後我想上 然後進去廁所以後 然後我現在就開始 再繼續鍛鍊我憋尿的能力 哈哈 還有就是你會想見每一次麻糧嗎 就是那個 你冬天的時候坐上那個 麻糧 是 室溫的 我回國以後 我已經跟我們家安葬了 哈哈哈哈 但是那個 其實我今天 台灣去台灣 跟日本一樣有乾淨嗎 其實你知道說 乾淨的地方有 但是也要看地方 就是說白火公司 或是 公共的 他們就是有 但是 台灣人跟江澤東走的時候 我喜歡做太空座 對 所以我是不想控制的 對 但是在日本的時候 我是一開始 做太空座 那我覺得很空空的 但後來 之後我就說 你幹嘛不做 哈哈哈哈 就想說 其實好像有點沒有什麼 但是我只有在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會 每天都有那個人來經典 所以我在公司 在外面我們還是這樣看 因為我覺得是 讓我感動 我覺得裡面一定是 滿大的鐵線 對 確實有像 依依說的這種 像大陸的洗手間 都會 衛生狀況比較差一點 我在日本洗手間 感覺最好的地方 就是像 它的便座 就是像機場 專門在 讓你出電的充體 蓋在便座 這樣首先會比較非常 但我也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它會有那種 酒精消毒的 你知道嗎 然後噴那個酒精 然後再嘗 這次要我們日本人 比較人性化的 但是這點我覺得不是很好 就是因為我有一個日本人 真的嗎 很想過 因為他們說他們 沒有陰機的廁所 這個東西 所以導致說 他們在沒有陰機的廁所的時候 他們其實有賣一種 你自己待 然後他現在是導致說 他沒有陰機的話 他上來 但其實我也會有 就是沒有聲音 就沒有那個陰機以後 因為我有點尷尬 包括我回國也會覺得 但我以前是不會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我自己在沒有陰機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我以前都不覺得怎麼樣 但現在就有一點 對 對 我想是還有一個 還是誰有間的事 OK 是 就是在日本吧 就是習慣了 就是你可以去做買 也會去做買 然後 因為國內也是會有可以做的 可以蹲的那種 然後 但是我國內的朋友來日本的話 因為 基本很多人會專門等 他不去上面的做 然後呢 我也就會想去等那個做的 我就想去做 然後國內的朋友來了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去等那個做 因為國內的話 肯定不會等 肯定是 如果有蹲的話 就是有做的話 就只要有做的話 不會做 然後 還有就是 在廁所都會放那個 做的 大部分 有專門就是 我覺得那個 這個對媽媽來說很親切 就是 還有無障礙的課 嗯 我覺得這個都蠻多的 你知道 提到無障礙的課 我想到 有一次我出去玩 就是自駕嘛 然後中途去上洗手間 到那種 無障礙 無障礙不是會很大 然後 它會有兩個 在洗手間 一個就是 普通的地方 一個就是 下面 過水的地方 會很深 因為我當時自駕很困 我想洗臉 然後如果很淺的話 就會 嘴巴會震到臉上 比如去那種很深的地方 我就洗了臉 洗完臉之後 再看旁邊洗個東西 這個是無障礙人士 有時候他會插尿袋 什麼東西 在那邊 為他們清洗屁股 什麼地方 對 對 很難受 OK 今天的訪問就在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別的疑問的話 可以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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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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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